或许当时感觉就是个好主意 欢迎来到Watchmojo中文频道 今天我们将盘点演员们最后回演出的十场戏 我们几乎每日都会更新影片 所以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以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在这份榜单中 我们将细数一些演员后悔参与的著名电影场景 这些演员有的在网上采访活动 甚至书面表达了他们的感受 到底他们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后悔答应演出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第十名 格雷的50道阴影系列的男女演员 2015年达克塔约翰逊在《时代》杂志中 提到他后悔演出这部电影中的一些性爱场景 大多数人都应该知道 床戏拍摄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并且往往需要一组人员协助才能完成 而电影中有许多SM场景 对达克塔来说更是一大挑战 因为他不仅被蒙上了眼睛 同时还要被绑很长一段时间 该场景经过多次重复拍摄 最终才被导演接受 第九名 纳塔利·伯曼《骑士酒店》 是否要在电影中裸体出镜 这是许多演员在演艺生涯中都会遇到的抉择 而通常演员们对这些裸露戏 要么是深感骄傲 要么就是后悔不已 纳塔利曾在2010年世界娱乐新闻中表示过后悔 因为《骑士酒店》的很多影评 只把焦点放在她的裸体 而不是故事剧情上 两年前的一次MTV采访中 纳塔利还感叹到 这部电影以及哥雅之灵的裸照截图 最终居然出现在色情网站上 人们显然更加关注裸体本身 而不是其背后的艺术价值 第八名 泰勒·罗娜 《目光织城》系列 外景拍摄总是困难的 尤其是当剧本要求场景设定在潮湿 多雨和寒冷的环境中 而角色还要时时刻刻半裸出镜 这肯定会让人感觉特别不舒服 而泰勒·罗娜就在《目光之城》中经历了这一切 他饰演的狼人可以说是这个系列中的性感代表之一 并且常常上半身赤裸 服务少女粉丝 但实际上 泰勒曾在eNews中提到 这是一次非常不舒服的经验 他希望剧中的搭档都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出演 这样他或许能比较自在一些 看到这里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一个共同主题 那就是荧幕裸戏 话说 班·史提勒在2004年拍摄的《遇上玻璃》 也遇到了后悔演出的裸戏 具体来说 是一个需要裸屁股的镜头 当时导演告诉他说 画面如果看起来不好笑 就会剪掉这个场景 但导演没说的是 这个场景实际上可以使用替身演员 此提勒大可不必亲自上场 第六名 乌马·舒曼 追杀比尔2 与上面几位不同 这名演员后悔的不是裸露镜头 而是在追杀比尔2拍摄期间 发生了一起严重装车事故 莫马·舒曼在2018年《纽约时报》中提到 他被鬼才导演昆丁·塔伦蒂诺强迫演出一个他认为不安全的特技 当时车速达到每小时40英里 结果导致这位女演员失控并撞车 事实上 他事前就觉得那辆车不安全 但是特技人员那天没有去现场 而导演声称 道路出现一个没提前看到的小型S曲线 因此才引发车祸 更糟的是 当时车祸现场的录像带 过了超过10年才浮属水面 那女人欲望她的救命 电影中的浪漫戏在荧幕上看来 或许是非常美妙的事情 但对于片场的演员来说却未必如此 2016年 珍妮福在拍摄科幻电影《星际过客》时 对自己与克里斯普瑞特的性爱场面十分保留 主要是因为她的这个搭档是个已婚人士 她在接受好莱坞报道采访时表示 对于这一场景的逼真性 她深感不安 为此还特意在拍摄前喝了几杯酒 两人还向今日美国表明说 这一场景的拍摄方式一点也不性感 而且极为笨拙尴尬 这个电影系列充满弹孔和尸体 这让联合主演金凯瑞感到不舒服 他甚至因为情节太暴力的原因 而拒绝为电影上映做宣传 金凯瑞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的前一个月 拍摄了自己的场景 而这起案件发生后 他在推特上表明 经过审思 他决定不会参加电影的宣传 事后 特工联盟制片人对他的行为表达了不满 并认为金凯瑞本可以利用他片中角色 来宣传正能量 而不是一位抨击电影 并抹杀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心血 第三名 《杀狼史冬》 第六感追击令 榜单中的这一位 又将我们带回裸露演出的主题 而且还是90年代大荧幕上 最著名的裸露镜头之一 第六感追击令中 杀狼史冬调戏一群侦探的审讯场景 迟这部电影从此成为经典 但《杀狼》却坚称 他并不知道这场戏会如此露骨 尽管这位女演员承认 他也会保留电影中的这一幕 但他希望导演能在公影前 至少先给他看看最后的剪辑版本 不过导演就告诉Cinema Blend说 如果《杀狼》不知道他的意图 他是不可能拍下这一幕的 第二名 《毕·雷诺斯》 《激流四勇士》 有些演员是完美主义者 他们会为了实现场景逼真 而选择不使用任何提升 《毕·雷诺斯》就是这样的一位演员 他见1972年出演经典作品《激流四勇士》时 身材非常健壮 而且也习惯了亲自上演表演特技 所以不管有多危险 他都决定自己从瀑布上跳下 而拒绝使用假人 这些特技表演最终导致他的微股骨折 但他心想 至少在镜头前看起来应该会很逼真吧 不幸的是 当他问导演画面看起来怎么样时 导演回答说 他看起来就像一个从瀑布上掉下来的假人 第一名 凯特·温斯雷·铁达尼号 众所周知 明星们经常会在各种作品上签名 作为给粉丝的回馈 但总有一些东西 是他们不太想被粉丝要求签名的 而凯特最不喜欢的 就是他在铁达尼号中 著名的裸露场景照片 凯特拒绝为粉丝在这些裸照上签名 并曾说过 当人们提及这件事时 他始终感觉不舒服 凯特还补充说 在1997年 他为导演拍摄这场裸戏时 他没有想到这个场景会在日后被大事流传 并得到这么大的关注 你认同我们的榜单吗 你对以上的场景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同时也别忘了订阅频道和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